大家好,我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普通人,从小就接受现代化的教育。 一直以来我都会认为,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,全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。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离奇故事。 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。 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超自然现象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。 在讲这个故事前我要说的是,不管你是否相信,这个故事的的确确是我的亲身经历。 故事发生在2010年,那时的我28岁,自从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经营一家网站。 后来我把我的网站出售给了一家很大的公司,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 不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得到一大笔钱会干什么? 当时的我选择买一辆豪华的越野车,我也并不是有多么的喜欢车, 只是这些年做网站实在太累了。 我想开车去一些安静的地方,享受一下大自然,好好放松一下心情。 于是我就在网上查看了很多旅游攻略。 最终我决定开车从109国道一直到拉萨。 听说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,路途中还会经过可可犀利。 我知道有部电影叫做可可犀利,也许我应该顺便看看那里的无人区是什么样。 怀着一些激动的心情,在9月中旬我开始了旅程,与我一起同行的还有我的司机小王。 我们两人交替开车几天后就到达了青海。 我们在一个旅馆休息了一晚,随后就上了去往拉萨的109国道。 虽然国道两侧的风景确实很美,但我总感觉有那么一丝荒凉。 高原的天气仿佛是在捉弄人,一会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,一会却是乌云密布的下雪天。 有时候甚至还会下冰雹,就好像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。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。 最糟糕的是司机小王有了一些轻微的高原反应,整个人都显得非常疲倦。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以后终于进入了可可犀利。 我决定找个地方下车休息一会儿。 这个地方的风景不错,路边的不远处有几座山,山脚周围还有一片碧蓝的湖泊。 我想到那里去拍点漂亮的照片,司机小王说他头有点云想睡一会儿。 于是小王在车里休息,我一个人拿着相机朝山那边走去。 不知道为什么,虽然这段路看着不算远,但是走起来却发现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。 我走了很久,走着走着天色开始变得有些暗。 这时已经是傍晚了,虽然刚才天还很亮,但是一朵云遮住了太阳,马上天就暗了下来。 这个地方的天气就是这么的山变。 一股寒风随之袭来,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安,但我并没有停下脚步。 突然间我发现远处的山脚下有一些动物的身影,看上去好像是羚羊。 在低头吃着草,忧郁看得并不是很清楚,我准备拿相机来拍一下,但是就在拿出相机这一眨眼的功夫。 这些羊却不见了。 真是奇怪,去哪了呢? 我继续往前走,在快岛湖水旁边的时候,我发现了一具动物的残区,看上去已经死亡了很久。 这可能是一头野虑,难道这里有野兽触摸吗? 我心里泛起了嘀咕。 带着一些疑虑,我在几座山间走走转转,拍了一些照片。 风景确实很美,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,这里离公路已经很远了。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,天气也越来越冷,我开始寻找来时的方向,准备按原路返回。 但是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,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劲。 我转头朝身后看了看,发现一只动物正在向我走来。 不过不是羚羊,而像是一只狼。 它的毛很长,是棕色的,有些脏乱,离我大概只有二十米远。 看到我不走了,这只狼也停下了脚步,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我,眼睛散发着褐色的胸光。 我心里紧张极了,心想,怎么这么巧合的事情会让我遇到。 不是说狼已经很罕见了吗?这里怎么会有狼呢? 这是不是谁家的狗跑出来了? 看上去它的体型也和狗没什么两样。 不对,我又想到,这里是无人区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不可能有谁家的狗跑到这里。 它的嘴这么尖,眼睛散发着野心的光芒。 这肯定是一只狼。 没错,我一时待住了,怎么办? 一只狼可能无法把我吃掉。 但是,它如果扑上来咬我一口呢? 在这种荒郊野岭我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。 我想到了以前看过的动物世界,电视上说过狼不会随便发动攻击。 只要我不示弱,不仓皇逃跑,可能狼并不会扑上来咬我。 这只狼现在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。 也许我应该慢慢地往原路返回。 只要能回到公路,我就能得救。 想到着我开始慢慢地迈动步伐。 也许是太过紧张,引发了高原反应。 我感觉呼吸很困难,脑袋开始发晕。 我能听到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。 在这种状态下,每迈出一步都非常困难。 我甚至不敢回头看,身后也感觉不到任何动静。 狼到底追没追我,会不会突然从我身后扑过来。 我不敢想象这种场景,只能艰难地迈着步伐小心翼翼向前走。 如果按照这种速度,走回去可能需要很久。 也许我应该打个电话。 我拿出了手机,发现手机并没有信号。 该死,不过这也算正常。 自从来到这儿就经常没有信号。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要一个人来这种贵地方。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我开始手脚发码,喘不上来气。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,怎么还没有看到我的车。 我怀疑自己甚至走错了方向。 不行了我实在不能往前走了, 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。 狼可能已经被我甩掉了。 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向身后看去。 此时依然有一只褐色的眼睛丝丝地瞪着我。 没错这只狼还在跟着我。 而且离我的距离更近了些。 我停下脚步,他也停下了脚步。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 我快要崩溃了。 心想,这只狼到底想要干什么? 他难道要等我筋疲力尽以后再上来攻击我吗? 不行我必须继续往前走。 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。 天色已经暗了,已经很难看到远一点的地方。 现在还是没有看到停车的地方。 我的气喘得更厉害了,我不能再往前走了。 假如继续走,可能狼不把我吃掉。 高原反应会先要了我的命。 我回头看了看,果不其然,这只狼还在我的身后,只不过它离我的距离更近了。 我心里崩溃了。 它到底想要干什么? 我听说狼是一种狡猾的动物。 难道它想让我自己崩溃以后,再不费摧毁之力地把我吃掉吗? 不行我不能让它得逞。 我决定拿出一些勇气。 我比它的体型大很多。 也许我可以做出一些动作或者发出一些声音把它吓唬走。 动物园不也有熏手是吗? 我心想,人类才是食物链的最顶端。 我没必要害怕。 我面向那只狼。 它大概离我只有五六米的距离。 我能看到它的眼睛在傍晚散发着一种恐怖的光。 我深吸了一口气,朝它大吼了一声。 同时我的双手举过头顶,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下脚。 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 也是我从小到大见过最历弃最恐怖的画面。 后来我曾经无数次睡梦中梦到这个画面都会被惊醒。 只见那只狼并没有因为我的举动而被吓走。 也没有因为受到惊吓而对我发起攻击。 而是嘴上声音,眼睛眯了起来。 这只狼好像是在笑。 没错它在笑。 我从来没有在动物身上看到过这种表情。 我十分确定这是人类的表情。 这不是一个慈祥的笑容。 而像是嘲笑。 它是在嘲笑我。 我的恐惧达到了顶点。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当时的我有多恐惧。 我只知道当时的我满脑子就只有一个想法。 就是跑。 我拼命地,不顾一切地跑。 我甚至忘了我的高原反应。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可能几分钟也可能过了十几分钟。 我隐约地看见了汽车的灯光。 那里应该是我车停的位置。 这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希望。 我使尽了全身最后的力气继续向前奔跑。 直到我回到车里,我都没有再往后看一眼。 回到车里之后,气喘吁吁的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死机小王看到我的样子后吓坏了。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了正常的呼吸。 后来小王告诉我他醒来以后发现我还没有回来,正准备出去找我。 但是他说,在他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我身后有狼。 后来旅行结束,我回到了家。 但这件事情依然困扰了我很久。 我曾经问过不少当地人。 他们说国道周围属于可可溪里的边缘地带。 那里很少会出现狼。 狼也很少会单独行动。 但是一个人离开公路走进无人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 假如迷路了,面对恶劣的环境人类根本无法生存。 我能捡回来一条命真是万幸。 说到那只会笑的狼。 有的人说我是疯了。 也有的人说我可能是高原反应出现了幻觉。 还有一些相信神秘学的人说,万物皆有灵性。 但我始终坚信我看到的不是幻觉。 问题是如果不是幻觉,那只狼后来去哪了呢? 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想通。 不过自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去过无人区。 多谢观看的时间钟! 给更远的时间。 做活了的时间,我应该让他们需要啊。